欢迎各位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小狼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末代皇帝溥仪和他七个妹妹的故事 1912年 末世皇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 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随之没落 曾经位于权力巅峰的爱新觉罗也跌落神坛 变回了寻常百姓 退位之后的溥仪经过学习改造后在植物研究所上过班 在文师馆任过职 还将自己的传奇经历写成了自传我的前半生 后来他的经历被多次改编 拍成了各种影视作品 给人们展现了最真实的末代王朝 溥仪的一生人们或多或少会有所了解 但关于他的七个妹妹却鲜有人知 跟溥仪一样 这些公主们也经历了王朝末落 他们又有助怎样的命运 从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经算起 清朝一共经历了十二代皇帝 存在了296年 1636年皇太极称帝后 将国号改为大清 从此就进到我们所熟悉的清朝 爱新觉罗在之前只是一个几十人的小氏族 但随着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王朝 爱新觉罗这个姓氏也就攀上全力巅峰成为了国姓 古代非常重视氏族 而人口数量便是一个氏族强大的基础 作为统治者的皇室 自然希望自己的家族万古长青 自古就有后宫加历三千的说法 虽然这是一种夸大 但也足以看出皇族对家族人口的重视 所以除了政务之外 繁育后代就成为了历代皇帝最主要的任务 溥仪是当时摄政王再丰的长子 他还有三个弟弟和七个妹妹 妹妹中三个跟他同父同母 四个是他父亲的侧氏所生 溥仪的妹妹在当时都是掌上明珠 每天过注锦衣玉石的生活 溥仪退位后这七位格格也只能离开皇宫 或是跟随丈夫缘走他乡 或是改头换面开始全新的生活 七个皇妹不同的命运 大皇妹爱心觉罗运英 运英是摄政王再丰的长女 出生于1908年 宛容皇后非常看好运英 就提议将她许配给自己的哥哥润良 两人一个是皇帝的妹妹 一个是皇后的哥哥 可以说是亲上加亲 喜上加喜 但由于性格不和 运英与润良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新婚不久之后运英就因病离世 那年她只不过17岁 二皇妹爱心觉罗运和 运和的婚姻也是由家族报办的政治婚姻 但她的命运就要比大姐好很多 运和的丈夫是郑孝旭的孙子郑广源 与运和结婚后 郑广源就一直跟随在溥仪身边 后来夫妻带助孩子流落到了东北 解放后郑广源在北京邮局做起了工程师 二皇妹运和成为了一名幼儿教师 生活平静幸福 2001年运和病逝 享年91岁 三皇妹爱心觉罗运影 运影嫁给了婉容皇后的弟弟润奇 两人曾一起到过日本留学 回国后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生下来三个孩子 后来润奇在战乱中下落不明 一走就是十几年 等到夫妻重逢时 运影已经改名为金星秀 她独自养育住三个孩子 干过各种苦活累活 后来运影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 润奇也开了一家诊所 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四皇妹爱心觉罗运贤 运贤的丈夫是溥仪的同学赵奇凡 两人成婚时清朝已经没落 赵奇凡在战争时期去到了台湾 从此运贤与丈夫两弟分隔三十多年 运贤在新中国城了后得到了一份图书馆的工作 最终享年八十九岁 五皇妹爱心觉罗运昕 五妹嫁给了溥仪手下大臣万神士的儿子万嘉熙 后来万嘉熙被俘 运昕曾在东北流落 做过服务员 还做过出纳员 成为了一个靠手艺吃饭的劳动人民 六皇妹爱心觉罗运鱼 运鱼的新名字叫做普运鱼 他的这个名字也更广为人知 普运鱼是我国知名的画家 曾经还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 普运鱼从小就喜欢画画 后来嫁给了画家王爱兰 因为有助共同的爱好 夫妻二人的生活十分幸福 七皇妹爱心觉罗运欢 运欢懂事以后的生活环境 已经不再是皇宫大院 他改名为金智坚 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教育事业上 1950年金智坚通过自由恋爱 嫁给了同为教士的乔洪志 此后一直以教师的身份活动 2004年金智坚在北京病逝 作为天皇贵咒 从小享受锦衣玉时的运欢 过得并不幸福 好像一个金丝 却被关在一个华丽的笼子中 然而运欢也是幸运的 他嫁给了一个普通的教师 成为其父在风家族 唯一一个嫁给汉人的格格 也因此得到了一直想要得到幸福 运欢出身高贵 其父是满清摄政王在风的女儿 也是溥仪最小的妹妹 她出生于1921年 满清王朝早在其出生前就垮台了 虽然清朝已经不在了 但运欢的童年生活住时算作衣食无忧 但在皇家 运欢和她的兄弟姐妹们连出行的自由都没有 她曾感叹道 我在北京和天津都生活了很长时间 硬是不知道北京有个大栅栏 天津有条海河 有时听见高墙外的一点声音 都恨不得多听一会儿 在天津小楼房的阳台上 我们姐妹看看街上往来的行人 感到有意思极了 虽然溥仪是运欢哥哥 但是两人见面很少 没有多少感情 不过溥仪也时常带住运欢到处玩 还帮她检查作业 溥仪投靠侵略者 成了敌人的鹰犬之时 其父在风确身名大义 直斥溥仪是胡闹 他言辞拒绝了溥仪要他搬去长春的请求 并将运欢留在了身边 而运欢也避免成为汉奸 北京被解放军光复后 陈旧的纯青王府也迎来了新生 载风废除了王府内的一系列规矩 并且允许运欢出外谋生 他给自己买了辆自行车 在重闻去京中 接小学找到一份工作 成为一名光荣的教师 在社会上 运欢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他努力工作 很受同事和学生的喜欢 当时 运欢已经28岁 却仍未婚配 于是教育家李淑芬做红娘 将他与北京四中一名教乔洪志的 政治老师联系在一起 对于这个曾经参加革命的山东汉子 运欢非常喜欢 认为他是个可靠的人 于是 两人和四中其他老师 一道举行了集体婚礼 他成了纯青王府 第一个和汉人结婚的格格 在与运欢结婚后七年 他在通宵工作之后 带助学生去密云水库劳动 因心脏病 促然发作去世了 周总理很关心运欢的生活 担心他失去了丈夫 工资又不高 难养活三个孩子 运欢却说 我不需要国家帮助 虽然生活不易 但我一定能克服 在此后的生活中 运欢没有再婚 他不仅将三个孩子拉扯大 而且还在教育工作中 做出了卓越贡献 各种模范教师的头衔也得了许多 运欢的学生都很喜爱他 无论在他的生前还是葬礼上 他的学生无不已经老师人太好了来评价他 善良 体贴 关心 无微不致用在他的身上都显得太普通了 2001年 运欢的二儿子乔洪因鼻烟癌不幸去世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几乎将这名坚韧的教师打倒 因为抑郁 运欢不幸患上胃癌 于2004年去世 享年83岁 他的遗体在火化后 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与他的格格溥仪不同 他没有复杂的和需要忏悔的历史 他成年后一直在人民中间 为自己挚爱的教育事业土尽了最后一根丝 今天的历史故事到这里就全部分享完毕了 记得点赞关注 下个历史视频见